第十二題 嘉玲利用定滑輪和動滑輪組成滑輪組 他發現在動滑輪下掛兩個W1的重物 並在定滑輪右側掛三個W2的重物 則此滑輪組可達到平衡狀態 如右途所示 假設不考慮阻力與摩擦力 且定滑輪動滑輪和細繩的質量可忽略 則W1比W2等於多少 那我們看到呢 這邊有個三個W2的重量往下拉 所以這邊有個三個W2的往上提 這裡還有一個三個W往上提 所以這裡合起來總共有六個W2的力量向上 而這裡有兩個W1的力量向下 那麼上下要相等才會平衡 所以六個W2等於兩個W1 所以W1等於三個W2 所以W1比W2就等於3比1 所以第十二題問我們說 得W1比W等於多少 我們答案選擇是租3比1 給我們關鍵 我們關鍵 ForceW2比5 我們下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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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總共有關鍵